大家好,养惠兰的话有应该经常听说过一句话 就是养惠兰要做好秋不干东不湿这个工作 那么为什么要做好秋不干东不湿这个工作呢 可能很多话也就不懂这个原理了 那么今天就来详细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实为什么要秋不干呢 就是因为惠兰它的甲铃镜是比较小的 甲铃镜比较小的话它就不赖干旱 它是对这个湿度的要求是特别的高的 一定要保证盆土处于一个微微湿润的状态 但是这个惠兰它的根又是特别细长的 它就有一定的保水性 也就是说它能够耐一定程度的干旱 所以根系能耐干旱 但是甲铃镜又不耐干旱 所以我们养惠的过程中就要保证秋不干 怎么保证秋不干呢 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如果家里有水苔的话 可以将这个水苔给它泡清水苔 大概半个小时 然后把它取出稍微拧干一点水泵 然后把它铺在你的盆土表面 这样就可以保证你的这个炉头的一个湿润度 那么这样更适合你的这个惠兰生长 但是盆土又不用长期浇水以免导致它烂根 那么这样的话就保证一个秋不干了 那么为什么要冬不湿呢 因为它的这个根系 它是具有一定的保水性的 而冬天它又会处于一个休眠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生长比较缓慢 它对这个湿度的要求就不高 那么我们冬天的时候 浇水就不能够过于频繁 不能够让它处于一个比较湿润的状态 要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导致根系 遗难了 然后会出现个冻伤的现象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保证 秋不干冬不湿的一个原因 所以在秋季的时候 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 那么它的天气特别干燥 而它又是比较喜欢一个湿润的一个环境 那么我们就要经常给它 喷洒水物来增加这个湿度 然后盆面铺上一点水泰 基本上就可以了 所以在秋冬养护墨呢 大家就一定要牢记这六个字 就是秋不干冬不湿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